中间这个花只要还没开 正常都可以开40天 圣诞节还没到 花卉业者忙着将各种圣诞红上架 与者表示疫情三年期间 圣诞红产量供不应求 原本圣诞红品质分为ABC三级 但因为原力不足加上生产成本增加 便向涨价因此提醒消费者顺早入手 我预估在12号以前 你要买到A级还算容易 那我一估12号到20号 你会买到B级A级的价钱 与者表示 花卉中每年会有新品种的植栽 就属于圣诞红 今年最新款就是这个斑点圣诞红 过去还有白色叶子的圣诞白 和黄叶的圣诞黄 甚至是圆形叶子的米老鼠圣诞红 深受民众喜爱 现在粉红色好像新的 以前来好像还没有看过 那个粉红色的 经常转到附近的观光景点 园区内也布置了大量的圣诞红 增添过节气氛 并且把园区内200多颗的洛宇松 当成圣诞树 在路口处布置圣诞装饰与泡泡机 增添梦幻氛围 感觉圣诞节快到了 有我们200多颗的北美洛宇松 搭配我们圣诞节的装置 还有泡泡的幻境的装置艺术 希望让民众能够来成本文化园 享受着体验这个圣诞节的氛围 不管是到户外感受圣诞布置氛围 或是买圣诞红布置家中环境 与者提醒 圣诞红只要好好照顾 可以活30年以上 只要依出家中光害 在寒冷的冬天 年年会开花 新唐亚太电视叶锡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评红 请订阅